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种肯定不是特别的稳定 范庭毅走出一个中国流 这是传统的中国流布局 非常多件 白琪选择了一个从新位挂的下法 这种下法在最近这十多二十年的统计当中应该是比较少见 多件的是从侧面挂过来 这是最为常见的 最为常见有高挂 到发展了后来的二前低挂 总之从这边挂的棋手是更多见议一些 从上面挂 当然也不说没有 据统计 从上面挂的胜率要稍微低一些 正因如此 我们的专业棋手通过研究就认为可能走至下边了 胜率更高一点 那肯定是作为白琪来说要选择胜率更高一点的下法 当然了 我们下围棋这个也是要针针对对手和针对自己的棋风 来选择自己的下法 以至于我们才会有多是多种情势 多种布局的产生 所以说我们不能概括而定 就是说一挂上面就不好 一挂下面就非常好 不能这么说 那对于这个飞 通常的下法当然是尖 这个是没有错误的 拆回去 形成一个普通的心未定势 但是由于中国流这种布局 他注重的是模样为主 当然也尖 守实地 所以说尖的时候可以暂时保留 也可以考虑一些别的下法 比方说反挂脚或者单拆边 以求变化 他的变化在哪里 将来比方说有这种尖冲 或者反加种种变化 总之不把它完全定型的 对于中府变化是相当多一点 这种围棋的理论得益于我们的日本的一个老前辈 叫做五公正数九段 他最先下出了不走三三 而且是李爽的一种下法 运用得非常好 那么现在这种理念在二十年以后 也得到了大家的认同和接受 这盘棋 所以范天忆是选择了从白棋内侧挂进去 这样的下法就决定了这盘棋的基本上格局和流向 本来是走模样 那么由于这个黑棋反挂 那么就可能会形成一个不是模样的格局 而是形成一个细棋的模样 反挂看看白棋下 是飞呢还是跳呢还是下什么 如果不管你飞和跳 那么黑棋这个基本上是先手 因为这个是高的 对它的威胁很大 白棋再拆回去 那么它这挂一下以后 你普普通通的跳 它一飞 那么作为黑棋来说 它就显得比较舒展很自然 应该是非常充分了 如果先我们颠倒一下次序 先尖了以后 你再挂的时候 这个时候白棋不一定要跳 它有可能至少也有飞 甚至于还有夹击种种种种手段等着你 也许还有什么靠压之类的下法 那么这半棋呢 白棋也是各走各的 这也显示了体现了李世世的风格 不为所动或者是个性骑士 黑棋加弓过来 高的 那必然是压出 当然了 还包括一种从这个地方靠出的手段 但这种手段稍微罕见一点 白棋配合比较好的时候 可能是多简一点 一段 黑棋爬回去 这是一个 也是一种下法 但这样的下法不好的地方就是说 白棋落了后手 黑棋可以继续扩张它的模样 所以说这种选择 作为白棋来说 较为少见 多数的情况下是从这边压出 那么黑棋必然是一半 一长 对于这个定式 可能大家都见了很多 这一长 可以说是千百年的一种正规下法 又爬进去了 飞进去更多箭 这个是一个正常的下法 那么白棋可以扳 也可以脱先 也可以反家住 但是这盘棋 黑棋下出一个托的变化手段 如果你要挖 我们经常遇到这种托 这个低挂 这个双飞燕见的特别多 这个托了以后 这个必然有挖 一虎 一跳尺 这个见的比较多 那么这个子呢 在高的地方有它的绝的地方 就将来断尺了以后 正好这个是点到这个白棋的地方 走到这底下 反而有点不太好 所以说这点差别呢 专业棋的时候就认为很大 那么白棋就不愿意去挖 它实在呢 下了拖的时候 依然冷静的这个双柱 黑棋不能冒单的进入角 那么这个地方由于有个段 你一吃它就打下去了 所以说黑棋不能走 走进去 那么就要不就是回来 回来就没有什么西棋了 等于你藏了以后爬进去 这还不见得好 这个拖的这个妙处就没有显现出来 实际上我们看这个黑棋了 倒虎 这看似很奇怪的一部棋 但是实际上妙处就很有味道 我们看看 为什么你要这么走 将来还搬 走 连搬 这种拖子几乎是先手 那么黑棋这个子 可以说是就没有什么活动余地了 现在实际上走到这儿 你再搬 我搬 白棋不可能再去连搬了 连搬人家不会理你了 那么这个棋将来黑棋立下来啊 跳啊都是成为决先 对于活动攻击白棋的时候 反攻倒算的时候呢 就非常的有利 这就是他说的二路线上 倒虎的好处 作为白棋来说 当然了 正常一手呢 是把它补住 或者是再夹击 这刚才说的是最常见的一种下法 但是由于这个黑棋的模样也很大 白棋担心黑棋从这一侧挂过来 那么黑棋的模样就膨胀了 所以说实战 选择了小飞 啊这个地方 反正呢 你黑棋要走了 我就跟着你逃跑 你也谈不上攻我 就要呼跑而已 现在黑棋也顾不上这个小地方了 因为我们下棋的布局啊 是以宽广的地方要布阵 而不均于局部的这个一点得失 所以说实际上呢 它是走了这个小飞 继续扩张它这个模样 当然这个这个小飞呢 可能有其其手觉得啊 稍微奇怪一点 好像应该推进一点 这模样不是撑的大吗 当然是有道理的啊 我们在以前的这个布局这个理论当中啊 就是说走在了比较多 但为什么不不再过一步 走得更大一点呢 由于白棋有了这种飞 那么你再靠近这个白棋的时候 就显得这个自己的这一颗子啊 有一点孤单 将来有可能被反打入 反打入打个比方 它还陷入被动当中 同时你破那么大也没有意识 这底下是漏着风的 那说说我空也为不了多少 那么你无论是走这儿还是走这儿 都是可能最担心的是白棋从这个地方挂进来 如果你只是普通的飞 被白棋脱了脚的话 白棋在这安定了 把黑棋给打散了 空不是很多 那么黑棋是不会满意的 那在这就更容易更大了 这还有打入 这个问题非常多 那么为什么要小一点呢 小一点 留着与人方便也与己方便 自己将来留有这个拆过去的这个大厂 同时呢 这个地方离自己近一点 那么力量就要大一点 当白棋挂进来的时候 黑棋就不会这么频繁的飞 而是要采取这种剑 这个是非常常见的一个下法 比方是这样 长 跳 然后比方爬过去 那这颗子正好就在这儿 如果你要在这儿 你们爬过去 那这个道路就很漫长 老要爬三路太多了 在现在这个棋的行棋理论当中 是不好的 所以说三路要尽量少爬 四路爬没有问题 三路就要不得已才去爬它一下 这样的话 黑棋把空捞足还可以四根黑 白棋是可以抗衡的 所以说我认为这个如果黑棋撑得大一点 也是一部很堂堂真正的一部棋吧 当然了 他实际上选择这个小飞有他的道理 他护住脚 也守住这个边 有一粒就有一地 你既然不撑过来 那么我就当仁不让 我就挂过来 特别是你在这儿翘着了 如果这么顶着了 逼过来好像还要差一点 你这个抬起腿的底下是漏着疯的 这个棋挂过来了 黑棋的实地就不太好控制了 那么如果黑棋一味的要这么飞 要这么去 那就显得有点空了 这个白棋当然的就进入 但你说我这个 我把它围住怎么样呢 围住首先白棋一转头很大 既压迫了你又扩展了自己 而且还可以在这些地方考验考验你 你能把它全部消灭吗 不一定有这么大的本事 你只有退 它这么一虎 那给你东折腾西折腾 可能这个地方你不能进杀它 那么这块所谓的空就是虚盘 太虚了 如果走这儿 你只能从这边互助编撒 它这个一扳 你一打 它这一反打 那一下就减了肥了 这个大空变成小空 所以说这个 这个移位的去围 我们叫做一方空呢 在布局阶段也是比较忌讳的 因为你不是很好围 把它围得住 所以说黑棋没有 就是愣头愣脑的 就这么一直线地去围 这不是它的目的 还要学会迂回 迂回作战达到它想达到的目的 先尖冲一手看看你的印法 通常有三种印法 最常见的是两种印法 一个就是上面贴 它的好处在哪儿 由于这一贴 对这个脚就加强了 对脚有好处 往底下爬 离家境也是一种好处 当然了 轻巧一点 飞到这儿 那直接就基本上溜过来了 但是更是放心了 但是它的区别就是 这个你虽然联络 但是已经被打到二路去了 我们刚才都说了 您在山路线上爬爬爬爬 越爬越多都不好 何况你跑到二路去了 所以说已经不是很舒服了 那么黑棋再来这样 甚至于什么靠啊 什么这种手段都来了 比方说这种 连班的手段都来了 因为它把你打低了 然后再为它的大空 它的目的就达到了 那么我们再说爬 爬它一跳 还不让你过 你一走 它一刺 你一接 比方说它再一过来 您这个地方既飞不过去 同时呢 这三个子的一根棍呢 还成为了一个被攻击的目标 那么这个白棋是很痛苦的 黑棋的目的是完完全全地达到了 既破了白棋的空 同时又达到了攻击它而为空的目的 那你不要探心一下下 我一口吃个胖的 在攻击的时候 反而能把自己的这块空为的非常的踏实 所以说白棋看透了黑棋这个意图 你说贴在这儿 贴到这儿呢 这个时候黑棋已经有些办法了 比方说我们再来这个 这一类的手段 这个地方白棋就很麻烦了 刚才没这个子的时候呢 它不用补齐 但是有了这个交换 误补好像不太对了 这怎么也可以下来啊 这个很麻烦 那你还要补一手 那黑棋先手走一下 那白棋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所以说白棋左走右走 这三步常规的地方 现在都不是 挑 自之不已 走不好的地方就走 但是我们首先思考就是说 我要围绕这三个脸来走 当走的时候 预料到将人的结果不好的时候 我们就要想办法变 那么实战这个就是变招 跳 我眼观大局 跳起来毕竟对你的这个模样是有 有这个 意志作用的 那么你进来 你比方说下来 我就跟着你跑 反正大家就跑呗 我不围 你也别想围 就知道大家就形成了对破 好 这个黑棋呢 还也很清零 下了一个不紧不慢的这个剑 这个呢也有点费失点 但他可能目的也很强了 就想把你弄下来 这个地方价值剑变得更低 也许他还 他可能就转为这种鸭之类的下法了 你要顶他再一拐 他跑得快 木也捞了 他可能有这个想法 但李世世是何等人 他的棋啊 是非常这个有灵气 或者是叫做琢磨不定的 棋太高 我们看不懂 真的作为一般的棋手 是比较来于琢磨他的棋路子了 你看李三号的棋非常高以前 但是他呢 比较讲究步骤 有理有结 那么李世世 他就没有什么道理讲了 我高兴我就走这儿 我不高兴我就不跟你玩 他在比赛当中说点嫌偏 在比赛当中他都是如此 我不想下棋了 他还休战了 这两年不下棋 他性格非常独特 也就造就了他的力量 他的棋风也是非常的凶悍 好 言归正传 他正 那么他既然点都走得高 干脆就都在上面 把你压制住 如果你要这么去走 实际上也是不一定守得住的 我们刚才说了 这个地方 脚上还是有一些借用的 所以说黑气浪 干脆不守 出击 你既然离得还这么远 这个地方也牵一手 这个地方两个又拉开了 切断 进行攻击 虽然李世世力量很大 但是我们也不能因为他力量大 我们就切战 好 这也是年轻人 就是出生牛犊 不怕火 他不为所谓的知名棋手力量大 他认为我们一样的有力量 可以跟他较较劲 这种精神还是值得赞赏的 又挂一个 第一手 这手其实如果你跟着硬 我估计白骑士要想清处理一下 在这个地方先落地 再来给你纠缠 这一靠就有点搞不清了 比方说强硬的斑断 这个应该比较强 由于真子不利呢 显得很凶 但是白骑也会有一些类似于这种的手段 打个比方 你走走啊 这个 他把你怎么弄过来啊 这个就 你如果要搬出去 他什么 他也接上 这形成一种 一种战斗 但我觉得似乎也还是可以的 比方说把它吃住 你虽然下来了 但是这边受伤了 当然了 白骑通过这个这个走法呢 他也变厚了 也许会会反攻黑骑这颗子 我觉得也正常应用手也是可以考虑的 拆过来 防止肯定是防止这地方靠 但是呢 这个地方就产生一些麻烦 常说一句话叫做凑齐怕打结 实际上高齐一样的怕打结 谁把握不好这个结啊 这就有可能 这个局势就搞不清楚 而且有打结就是说 这个形式非常难以判断 那我们看看 他找结拆 顶段 提 看看你下什么 你要退了 他再挡住 这个地方已经有打结活了 所以说黑骑很难马上退 那么干脆不理他了 非常强硬 那么如果你马上打下来 那黑骑也看得很清楚 我提你 出气无急 那么你只能站 我再站上 那你是能过去 但是你后手过去也无防了 你这个两颗子已经支离破碎了 那么黑骑可以转为别的地方 包括这些地方动一动都可以了 那么白骑还不愿意 他就走了一个不相干的地方 看似不经意之间 那么斑猫正常总是他虎 但是这个时候虎的话就产生问题了 他一打一走一扑 到这个时候看明白了 原来是在造劫财 所以说当他斑的时候 黑骑就不理他了 打吃 再踢一会儿 白骑反过来给他赖着 看看黑骑怎么办 黑骑退 黑骑也没有怎么合适的劫财 退一走 然后这个地方马上开劫了 白骑还是找不到劫 所以这个劫不能开 那么走哪儿了 正常的感觉 应该是在这一代比方 爬或者是不行就飞过 没办法 现在黑骑厚了 白骑这两个只孤单了 所以第一感觉是应该在这一代下戏 连回 防守 但是在你事实的概念里面 哪有防守啊 只有进攻 攻 从这个地方攻 当然这块骑是活骑 但是你活你得走才活 你不走不活 他在借攻击的时候 可能远远的是看着你这颗子 但还是高人意的那感觉 但是也有失算的时候 我们要看这个战斗的进程 压缩还是必然的 不能说是你一过来 我就只有往地下去做活 那肯定太委屈了 斑 明白 这个好像不像李适时的风格 李适时的风格那么凶悍 为什么把他断掉呢 这也是我们很多业语气手可能要问的问题 断掉多厉害啊 看似厉害 实际上不见得 比方说他就唬一手 那你是不是要挡住啊 否则他跳出去了 行 我再一唬 你吃掉 我做活了 做活了 这个反过来断到你的这个要点上啊 也是一部非常好的点 那么白旗这个地方还要补 所以说这个地方补 它补很轻易断 叫做吸断 因为黑旗这个虎是一个要点 是吧 这个虎的这个要出来或者做眼 那么你直接去断它 那就会很成为一种肺子 所以想指到上面 如果你要这么长 正好点到这个方上 那这个舒服极了 将来有机会再这么一点 还有可能这个就直接就推过来了 都有可能 或者是我就算保守 因为黑旗不好硬啊 硬哪儿都是好像被便宜了 所以黑旗的旗行是虎 这个时候李诗诗了 就可以说是上招了 他不是简单地退 这个退就没意思了 那退一个说白了 这个黑旗再虎都可以了 因为他出头了 你封不住了 白旗 他这些手段都是一招接着一招 一招猛一招 断他 由于这个地方你打不死他 有争执 你再挡下去 他反正你黑旗了 当然这个地方 黑旗肯定也看得清楚 但首先是白旗出招 这个地方刚才没有 打吃 也不能接 接一拐 一沾 黑旗就死掉了 所以说黑旗只能长 逼着白旗拐 那么黑旗再吃 而且这手吃很关键 你不能反打吃 因为反打吃 对不起 这一打吃 你一接这就是双脚吃了 他先交换一下就是这个目的 所以次序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下围棋次序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 刚才在这个时候 次序 那你无非就从这来吃一手 我不敢提而已 那么我这个时候可以 吃啊 吃掉这一颗废子 没有用了 一个眼都没有 那么全军覆没 所以说这一个次序下锁 满盘结束 所以说黑旗在长的时候 一定要先打 然后再长 拐 打吃 立下去 一贴 不敢搬 这个地方有个断 这个地方有个断 所以说只能这样吃住 还是有断 白旗把黑旗把断掉 你不能吃 还一走 你再一双脚吃 他一吃你也接不归 这是齐筋 这两个可是齐筋 不能丢了 所以说不能吃 那么你说我这么去吃 可不可以啊 当然是可以啊 你这么吃的话 那么吃了以后 将来这个地方 黑旗有反跑 比方我吃了以后 将来这个地方有反跑出来 白旗这三颗字 是不是也就危险了 所以说不要说是这么打下去过瘾就完事 你还要考虑一下后果 我将来怎么办 那么高旗是考虑的很远的 吃住 你吃住 那么这颗子自助了他 那么就跑得多 还有我们要讲一讲 为什么黑旗要吃住这个 不尝出来了 这个是很多人不理解 尝出来你爬 我尝 那这个白旗受得了吗 那肯定受不了 是吧 何必去吃这两个子呢 要是把三颗子吃住 当然是更好 但实际上不是那么简单 这三颗子哪能那么轻易就犯了呢 你看他反叛 你只有吃住 他再一打吃 你一提 还一藏出去 这个白旗不仅很舒服地逃出去 黑旗还得赶快忙着这去苦这个了 否则被一打自己成一团饼 旗都要死掉了 所以说 黑旗欲速则不达 想弄死白旗 几个反而惹一身烧 所以说黑旗不敢轻易出手 那么你如果这么去飞呢 吓唬吓唬他 可不可以 那是可以 那么白旗 冲 打 跳 好 这个断头你不好意思不走 你无论走哪 对不起 白旗 这一先手拐持 黑旗受刺激大了 这个受不了 所以说黑旗不敢在这个地方动手 因为得不到先手 既然如此 那么 还是老老实实的把这个先吃掉 白旗这个时候吃 黑旗非常灵活 不要去走 这种都是废字了 你看黑 白旗这块是个后卫 这块是火旗 你再走他挨着你走 这个时候就不要松手了 当人不让 紧贴着他 你尝他再走两手 转身走到这下边来了 那么黑旗的战绩就遗物了 我们下棋子 下围棋是特别讲究先手的 谁先下手围棋 我们要一看不对的地方就干脆不走了 先在这边下手 反攻 反攻哪里呢 反攻白旗这两手 同时又加强自己这一刻字的力量 这个白旗非贴不可 长 那逃是一条路 只有逃出去 如果这个时候非常接 再接也不晚 当然这两个字已经叫做废子 就不要去走了 那么可走的地方很多 比方说冷静的从底下拆个二 一方面安定了自己 一方面防止白旗在这一地方 小跳大眼 是吧 就是说 这个是一举两得的冷静的好手 这是很常见的 比方说他要防止主度 这么走一走 这么来一走 长一手 这个是比较普通的下法的 把白旗的眼给去掉 同时慢慢来攻击他 这个也是挺好的一步棋 但是我们的小将非常有奇才 而且也很敏锐 面对抢手一点都不示弱 还要来反攻击他 记住这种奇心 在我们高手当中经常下出的扭断 扭断不是说为了吃白旗 这个时候是为了腾挪 通常的下法就是这么打 因为你走别的打不死他 我们常说一种叫做断向一边腾 比方腾或者腻 那么腻它就轻了 它实际上就是想起了一个便宜的作用 你走这儿 这儿腾 它一样的跟着你追 你再查 那就不好了 不好办了 叫做 它一腾进去 你看 怎么突然发觉这两块分家了 所以说白旗不敢懈怠 一定要下得紧凑一点 打他 这个黑旗还立下去 我们记住了 这个围旗一般情况下 不能说是你这么反打 让他对方 这个叫做空拔意子 空拔意子一般情况下都不会接受 这个是通常情况下 所以说我们要把食指利用上来 延弃 那么追着我杀 黑旗跑进去 已经没有前途 已经在了嘎老脚死脚里边了 所以说他藏 你再要吃住他 没有意义 他再打一下 再加你一下 既然都吃住了 当然肯定是跳出去吃 这个黑旗看似也是使得干干净净 也确实如此 但是黑旗一拐 求得了先手 通常白旗 这手沾应该说是必然的一手 沾到这儿 沾到这儿 无非就是这儿压两下 好像也没什么 黑旗加厚了 再来攻击他 慢慢来 这盘旗还漫长着了 当然黑旗是不错 因为这个转换 虽然白旗很厚 但是落了后手 实地被黑旗先拿走了 所以说白旗这个时候 可能有点着急了 贴出来 但是我觉得这部棋 就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一部棋 太过于冒进 你不要太 棋人太胜 叫做 虽然你棋高 但是你要是走五里棋 那么也会遭到报应 也可以说是拐 你如果走这儿 他再打你一下 或者这个企业 白旗已经很难受了 哪怕就把这两个吃了 黑旗也是非常好的 所以说白旗肯定是想全部歼灭黑旗 这个常见的我们叫做大头鬼 打吃 提 扑 提 揭 一揭还一挡就死了 但是黑旗可以冲 你挡不住 挡了以后白旗吃不够了 那么你要吃 我再冲下去 虽然你把这个脚吃了 但是是得不偿失 那你说这两个子 当初你那么拼命要给他分断 是把谁分断了 是把自己给割断了 那他肯定是不能接受的 所以说这个企业白旗马上来跟他正面迎战 是不能获得成功的 你试试这个时候 当然了你试试这么高到期 也不可能就轻易就这么死的干干净净 那可能也是太失水准了 站上 白 黑旗一爬 但我倒是觉得这部棋还稍微有点问题 要先冲一手 防止他狗鸡跳枪把你吃了冲下来就冲下来了 这主要是为了防止他这个叫杀 我认为这个白旗更危险 似乎还真的有点危险 这么追着他杀 但是黑旗他没怎么下 黑旗下了一个比较简单的爬他 从局部的气来说 那肯定白旗没得杀 但是白旗这个时候使出了一个抢手 也可以说是被逼出来了 再来沾 他干什么呢 他这要冲 这要断 你断头多了 那就要出问题 所以说黑旗呢 他是要这么补住的 把这个补住 那么补到这儿呢 锦银器为什么不好呢 锦银器 那他这个成先手 这有断 这一挡白旗就做活了 所以说黑旗这手旗实际上是黑手 虽然看似好像 哎哟我 不紧气了 我杀你了 实际上还不是那么简单了 还要真要杀你 而且 对这边影响还大 呼到这儿 逼着白旗没办法了 还是选择这个段 把刺 踢掉 铺 踢 那么形成一个什么结果呢 形成了一个缓气节 那么白旗再局部有力一点 颈气节 他走这个 白旗小剑 因为他不敢挡这个 这个冲下去了 如果要接了贪这两幕呢 万一这个结输了 将来可不得了 这非下去要他的命 就算结赢了 这个将来还有下去 捡回去虽然局部损失了两幕 但是这个地方黑旗下不去了 我这个安全了 像这样 你打结 我就吃 黑旗 你打哪 作为白旗还是他都不硬了 这个就是 还没办法 现在黑旗了 先放在这儿 我放在这儿 你爱吃就吃 你吃吧 你吃也吃不干净 你吃的还是个缓气节 所以说黑旗把它吊着走这儿 白旗 还有没法走 还得走薄的地方 刚才说的这几颗子是变得很薄 还要借用一下 你要退一下了 他就已经便宜了 已经便宜了 所以说黑旗要抓紧时间 直接开截 不想这么 你不走就被他拍一下 现在不要让他拍到 直接就开截 然后再找这个绝材 这个时候白旗可以说是万劫智能不硬的 如果要硬打个比方 你提到这儿还一提过来 那哪还有大截了 没有 如果你说我沾上 我提回来 那么这个可能是截 那我提了这两颗子 把这两颗子提了 你再提的时候 那我这个地方恰似你是不是截了 你会走这种气 我也会走这种气 然后白旗下手就没有截了 你再吃这五颗子就不是了 它是因为上面是活的 所以这个截是明白的不能硬了 白旗提这儿 黑旗找截 白旗提掉它 这提掉有多大 我们现在看看 这有十颗子 这有一颗子提的 这是一个空格 看似有二十三目 但是由于刚才我们走这个大头鬼 黑旗吃了两颗 白旗又送吃一颗 就是说黑旗嘴里边也有三目旗 所以扣出三目旗 这一块旗 黑旗是被白旗吃掉了 近的二十目 就是说白旗这块属控二十目 那么提掉 伤害还是很大的 这两个相当于旗已经被抽了 白旗盯着它这块毛 黑旗盯着那块破 如果你这个时候要弄它 那么黑旗有可能弃止 有可能弃止 比方把这个接住 你再来吃一手 那么黑旗逼过来也相当大 虽然很大 但是这个也是有限的 就是一块空 白旗可能觉得不满意 他想整体来攻它 断吃 但整体攻它弹何容易 那么黑旗一半 这个没有 这个刚才找接了 点到这儿 你要一走它一长 它就是破你眼 破眼 这个时候冲进去就没有意义了 先接上 不给做眼 黑旗委屈求全 白旗长 黑旗再 挨着想 白旗如果再长 那么黑旗这个时候 那就得老老实实做的 该软的事就要软 该忍的事就要忍 因为自己很薄了 你要点眼它就这样 你要点进来 对不起 我从这个地方 就要求做活 要求不高 那是很容易达到的 所以说 白旗一看 不能得逞 无非就是把它弄得很难受 很痛苦 那两磨做活而已 那么现在呢 这个悬而未解决的问题 从不久的时候 就遗留下来的时候 这个问题要解决了 你如果提截 按道理就要欲截先提 这个我们常说的一个道理 但是你提截 他就开始找截 这至少还有两到三个劫才 就看他怎么打 那么 这个场首先是很大的一个先手 截呢 黑旗一看不见了打得赢 所以说 他就选择了主动放弃 白旗不走也是怕损截 比方说开截之前他走完了 截才给走没了 所以说他走得差不多了 他就该收手了 你收手 我就当真不让 继续把这个扳主 那么白旗把这个消截 所获还是很大 黑旗打赤 提掉 拐出来 好 像这样又形成一个大的转换 好 这盘截我们看的是眼花缭乱 这个真是非常的精彩和惊险 在这个角上我觉得是非常惊险 那么形成这个大截呢 叫做非常的精彩 这两个转换 接着白旗冲 这个由于拔了以后呢 黑旗不活了 那么这个冲断就显得比较严厉 或者叫做白旗先手 或者便宜 连回这个地方断不了它 并到这儿呢 将来还有可能 黑旗还可能暴动出来 所以说白旗虽然便宜要一点 但是并没有把这颗子吃住 好 整成这样 一场以后 白旗自身的问题也要解决 对不起啊 这个地方 白旗还是欠一手旗 提了才能保持联络 那么这个时候 黑旗也就可以说是放放兴兴的 走他想走的地方 拆逼 白旗反半 那么你如果要去打 他就可以反打 反正不让你这两个联络 形成很大的空 这个就是白旗的目的 黑旗吃掉这一个子呢 我们刚才最早说了 刚才我说过 这个空话不能被拔 但是在这个时候就不一样了 因为他很厚 很局促 那么白旗送他吃一个以后呢 是为了分割开他 那就又另当别论 我们下旗不能教条 因为这个时候就不 首先你不可能往这个死的地方藏嘛 对不对 到处想藏了 藏了干嘛 他理的不理你 所以说他只能外边打 但是黑旗吃掉这个叫做后上加后 对自己这个子是反而受到了伤害 所以说不走 翻 大车 翻上 收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关子 但是在收关的同时还威胁到他的死祸 这个叫做一举两得 那么白旗一看 出来也不好出来 这个地方 要出来只能这么出 你走这儿呢 还有个挖 这一架 好 这黑旗把白旗四个给吃住了 所以说白旗这个地方 腿是卖不开的 他只能像这么乌龟的是一个一个爬 那感觉就很难受吧 是吧 这个地方坚有坚守 你还是没有活 所以与其这样 我干脆不走了 我走不动动 我不走行不行 我看你能把奈何我 我怎么着 是吧 先把这个接后 确实是你也弄不住他 你要说盖住 盖住他就趁机在地下 把这个拱活呗 搬一搬 我把空捞走了 对不对 所以说黑旗还不肯这么直接的压住他 因为这个地方压住了厚道之后 这个空是谁的 还不知道是谁的 因为白旗这也不薄啊 所以说不能直接去压 他跳 这个跳是什么目的 自己要联络的 因为自己的规徒已经被截断了 联络以后威胁着他的生死 白旗反而只能劳劳实实地监 这个时候没有脾气 底下尖一手 然后黑旗把这两个字牢牢吃住 虽然是活旗 但是吃住以后 首先得了五目旗左右 同时变得更厚了 否则他这两个字逃出来 你这个死的是不会死 但是要被施了攻击 同时他这个旗实际上还隐藏了一种手段 就是说我加厚了以后 他下一步瞄着的就是要这么暴动出来 对白旗这三个字和这一块旗有所压力 如果你逃还一走 那这块旗都有点危险了 一走 但是现在白旗形势不是很有力了 刚才由于这个地方 主要是左下角的战斗 可以说是失算了 这很多过头了 这个损失很大 如果你要这么简单补一手 那黑旗这个时候就 这个就很轻松了 比方说这么点一点 弄一弄 石头冠这个旗 黑旗就已经简明优势了 我们叫做 比方牌面有实木旗 优势就算是很大了 那么所以说白旗不甘心 他要反攻倒算 或者是叫做拔水搅魂 黑旗当然是不想理他了 你既然我走这么多你不理 那对不起 我们就出来看看 你如果要查 我就见着跑 看这个白旗就越走越重 同时这个离家似乎还是有点遥远 你逃完以后 将来黑旗这个中间一点心的时候 白旗是死是活 不敢保证 这是有一定问题的 所以说白旗不敢逃 不敢逃吗 这几地方是先手 你点不进去 是不是 先跳 一步一步要连回来 这个时候黑旗给他捞到赤柱 不要让你跑 同时是为了攻杀他做准备 所以白旗有顾忌 你说捞到只是听话 哪有这么乖的孩子 当然是好的 那黑旗就会吓了 那我无非就是跑 这就简单了 所以白旗他不会这么轻易的就范 靠 这是比较小心 如果你冒进的话 由于我们刚才说的 这地方指不定就被他变断了 这一点竟然一逃跑 局部不活 那么白旗刺必要逃窜 一逃窜的时候 这颗纸就有点危险了 所以要靠到这儿 作为了整形走后 虽然黑旗也有这种所谓的鲁莽冲断 但这种旗好像一般人是下不出手的 你要走这儿的话 由于把这儿撞成一根棍 对不起 这一照金钟照的话 这黑旗这两个字马上就快倒了 所以黑旗也不敢惹他 行 你靠我 也不伤大牙 我就忍一忍 虎 实际上也是为了加强自己 打 做截 提 给你搞个截在这儿出来 然后呢 还是要把他招住 像这样 初初一看 这个黑旗还是有一点点危险的 这两个只能掩在哪里了 当然了 他们的对击者 这个范廷玉是沉住在胸 平凡的一跳 好 比方说手走 这儿还有肩 这儿有坐眼 这儿有拱 眼心相当的丰富 他根本不怕 所以说一跳 他一提结 下这儿一提 那么 还没提结 他下了这儿的时候 他先飞 飞到这儿 这个破他的眼 破他的眼 同时也是捞点木 但主要是破眼 因为这个时候捞木 木数已经不大了 好 走到这儿 黑旗 动手了 我们刚才说的 这个待望已久的这个点 终于 要出现了 终于出现了 那么白旗不敢走这种地方 走这种地方 他很容易逃跑 比方说他见了这种逃跑 或者 他主要是 也是看看你 一跑了以后 局部 我们看得出 白旗是死的 死了以后 那么这个地方 黑旗自然就可以 显得很厚 或者有纸 间接的深远我的这个纸 因为直接要跑了 黑旗也是眼星不是很全了 所以说白旗想就地作火 但是也不是那么简单的就能做火了 走到这儿 刚才这个鞋 后来提了一手 它已经虎能这样了 走这儿 然后 黑旗居然也挺奇怪的 他不走的 走不好的地方不走 那么 比方说白旗去杀它 可不可以 当然是可以 你杀它 我觉得它可能就会气掉了 这种地方点一点你 走一走 还挖一下 你一走 它很小 看到没有 它一打 你一接它一拱就要出问题了 你一提它一提 你一走 这个我摆的有点坏 就是说 我们看看 是吃掉的这三颗子有十多目 但是黑旗拔了好几个蜂蜂梅 关键是这个地方再跑出来 白旗的活起来就很痛苦了 能不能活 也许能狼狈作火 就是活得很苦 那上面就被吃了 那么黑旗收获也很大 所以说这个蜂蜂 好 这个地方摆了有点多 刚才黑旗提的时候 我们回到这 白旗就不敢去杀它 因为自己也很薄 那么你去硬 它也不甘心 因为这个还没有活进 被它先手削了结 黑旗安定了以后 黑旗再想办法折腾出去 好 先把这个自己的隐患给补掉 好 这个时候安心了 好 这倒是很安心 但是黑旗由于走了一手 你没理我再来出洞的话 那这个就非常轻松了 首先这个地方有个打断 白旗自身也没有联络 好 还为了整形 白旗算是最轻松的手段了 你走到这儿咔嚓一段 这地方眼睛太丰富了 这打一下 这尖一下 拱一下 很容易做活 顶到这儿 黑旗再反靠 这样就留有一些手段 比如从底下扳 将来实际成熟的时候可以扳 直接冲冲不断可以扳 扳住 退 由于自己白旗不是很厚 你要硬杀它 你说我先把你眼冲了 或者是把你闷在里边 你想杀黑旗弹何容易 是吧 太难了 你帮我们虎一手 你把他接一手 他是不是要反冲过来 这个白旗吃得消吗 不一定吃得消了 一段还一立 你一度过 他至少还不会死吧 你要想杀他的时候 那对不起了 这白旗气就不够了 是不是 肯定是不够了 他还可以先团 再走这种地方 再冲过来 比方说他先团 次序走得好还不损 先团你得走这儿吧 再一冲 你说你怎么挡得住呢 这肯定不行了 所以说白旗是不能硬杀他的 毛病很多 细节 不是这样的毛病 黑旗扬长而去 当然这个地方 黑旗还是留有一个节 但是白旗不敢轻易打 因为需要两个节才 才能把黑旗给打爆 那么这两个节才从何取得了 没有地方能取得 所以他还不敢打 先接一手 还防止 还怕黑旗给他挖断了 先预防一下 走在这儿 主动消极 否则提过来 白旗还难受 所以说这个目数比较大 先便宜一下 像这样基本上就是和平解决了 然后白旗扳住他 扳住 吃住这颗子 同时也为了联络 你为什么不敢冲呢 冲首先 黑旗有挖 你走 他冲过来 这个地方是打结杀 那白旗是很担心的 因为自身有薄旗嘛 刚才说的 这块旗不厚 所以说有节才 那么一月节 他就麻烦了 所以说我一直说 我们说下旗要下的厚了 不要下的特别薄 那就打结的时候 首先就是一个最大的制约了 同时吃住这个子也是蛮大的 吃住它 那么黑旗双的这儿 像这样 白旗获得了小的利益 就几目旗溜过 黑旗扬长而去获得了先手 来下这个小尖 这小尖非常大 如果要算后手目的话 那是太大的二十六七八九 超过十目旗 后手 这一步旗就是双方的后手 超过十目旗 同时他还暗藏杀鸡 在哪呢 他有连班 你看稍不注意他下面连班 你一打还给你做结 这手旗可以说是很陰险的一步旗 看似在收关子 实际上还常有手段 那么白旗先沾上 这个旗是他的权利 给他 正常白旗就得打吃住 首先吃掉这个智能也是相当大 同时也是防止他打结 但是白旗由于形势不好了 他撑 黑旗还先走一个 他可能是想叙叙劫财 再给你来打 白旗这个时候发现苗头不对 再转头一吃 好 被黑旗一拍 先走一二三四五目旗给打掉了 同时又把自己给打断了 这个白旗是得不偿失 本来形势就不乐观 现在是雪上加霜 关键是下成这样以后 黑旗还得理不着人 他还不提你 让你立下来 夹着你 给你打结 黑旗刚才说了 我们后 是吧 后他就要下得主动一点 急 你要断你 白旗很难说 按道理只能团 结果他还主动打到这 这个有点疯狂了 按道理你打这不是正好送上来了吗 一走一提 这个地方都扯不清楚了 黑旗也没动气 反正优势在手 我就先提 不知道还干嘛 打一个 白旗发现不对了 还赶快提吧 但是你提的这个毕竟木数小 我吃了可是实实在在的木 走成这样 这个白旗的实际损失又是非常惨重的 板 打 防止他度过 这个太大 然后再沾上 刚才为什么 我们再讲一下 为什么黑旗要跑去走一个 刚才这个打呢 不去把他走断呢 断是不是能杀他 最后要看 白旗打 他有个小尖的好手 你看这颗子逃不出去 这一个眼 这一个眼 整好两个眼 所以说这个地方是平安无事的 白旗可以暂时不走 那么黑旗才会有 有钱工夫走到这 那么 毕竟呢 这还是有个关子 所以说 白旗又回个头来把这个关子收掉 先加一手 先加一手 提一手 这个是决先 好 然后收关 正常呢 白旗 这个还收关之前先顶一下 次虚还吓得挺周的 然后再搬 正常吗 白旗连回来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黑旗团成为先手 这个是整整的一幕旗 由于白旗行事不好 它就要挑起争端 或者做最后的努力吧 打掉它 如果你接我再接回来 那么白白了便宜一幕 那么这个差距呢 会有所缩小 但是 这么大一块旗 开玩笑跟我打结 那不是 这个有点 就是逗逗玩吗 黑旗 你还不跟你直接打 因为也没有太大的结 无非就这有两个结 但是它也有结 这也有结 对吧 所以说 还先不走 不惹你 你要跑出来 那这个结才就多了 所以说白旗消结 那么黑旗又一打 虽然白旗还是得不尝试 又跑去踢街 那干什么呢 踢了半天 这个木都很小 你吃光了 也都吃了八木齐 破掉我两三木齐 那也不过十来木齐 那么光这两个下 已经吃掉多少 让它一打 还不老老实实走到这 还要非要这儿 给顽强 那么黑旗这个时候 慢慢来 一步一步踢他 还不甘心 还要来闹事 但这个有点急了 这个结赛 白旗是势在必得要打赢才行 正好还在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本身结赛 踢回来 黑旗又是不闹事 那么白旗还追着他来打这个结 像这样 但是白旗的结材是没有的 只能跳这儿 吓唬黑旗 要冲断 你要硬了一提 那白旗的结材好像也不知道怎么找了 黑旗找白旗 所以他沾上消结 走 踢结 他来拿这个当结材 由于这个连回来以后 这还有点生死问题 所以说还是把他吃住 再提 提这个结 那么黑旗呢 这个白旗提这个 黑旗冲 挡住 提回来 白旗又没有结了 因为这个地方你不能妥协 妥协被他打断了以后 这马上就出问题了 所以说他继续藏这个地方 但是像这样 这个可以说是没有办法的 一提 他一挖 一走 一提 黑旗一提这个 这盘旗也就可以说是结束 黑旗顺利连回 这盘旗呢 总体上来说是下得非常轻松 利用了白旗的左下角的一个失误 那么黑旗完完全全把握了局势 轻松的赢下了这盘旗 获得了晋升八强的比赛 好 今天的这一半期就为大家讲解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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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